现在的社会呢越来越智能化 大家遇到的就是比如打10086的时候 会遇到无止境的语音介绍 当你真正想听到的是如何转成人工服务 可是就是到不了那一步 心情呢也会比较烦躁 有的时候呢打好几遍 挂了再打打了再挂 始终没有听到那句直接转人工服务案起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呢 其实是当你打电话订火车票的时候 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开始呢很多人打12306订火车票时 无休止的业务语音介绍 今天呢就教大家如何马上快速的转到人工服务 首先呢我们先拨通12306 接通之后呢不需要听他语音提示 直接按一然后选择客运服务 按一之后过几秒呢 当语音开始 当语音开始的时候呢就直接按 选择人工服务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电话接通后 语音提示呢将近一分钟 但是但是没提示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人工服务 按摩